大家好 最近有些花样发信息问我说 它家里的红掌出现了根斧的现象 特别是夏季雨水特别多 如果你照顾不好的话 它不单单是根斧这么简单了 最后呢 养着养着就剩下一个花盘 还有一些泥土了 针对这一点 简单就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把它养得更好 这个夏季如果是雨水多的话 一定要避免给它淋雨了 如果是太过潮湿的话 也可以给它适当的拖一下盘 用一个东西给它垫起来 大概三到四天时间 给它把这些水分给它去除一部分 最后再重心给它装回花盘里 是比较好的 不要给它闷在花盘里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不会出现根斧 还有叶片出现伪念的情况了 最后在它生长区的话 别忘了给它补一下肥 这个夏季 最后不要用那些尿素或者是复合肥 因为这个尿素它是一种寒淡各方面的比较高的 所以它对这个根下会有一定的影响 会出现烧根的现象 如果想要试的话 就是过一段时间 等到秋季这段时间再给它补上就可以 我建议大家这个夏季就是使用这个微生物有猪肥 给它用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月用鱼就给了 这样它就慢慢的长出新芽新叶 还有这个叶片比较的油粒的 好了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红掌夏季 简单的养护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 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 养猪更好的红掌 好了夏季再见 下期再见